哈喽大家好,我是帮大叔,欢迎来观战一下这个国服第一的舞女啊 上一次我们已经观战过了啊,毛女舞女的一个双女配合,女女组合 这道阵容其实打邦邦,我觉得邦邦很难打,你上来就算是抓了毛女啊 哎,没看到吗,这边抓杂技 这是一个插眼邦邦,他还不可能传送 这个局就难打了,我本来想说的,就算你上来抓的是一个毛女好了 外面的话,舞女杂技修的也不慢,然后佣兵卡死就一波,邦邦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征胜的 这里连炸,有没有,没有 手里面还有三颗雷 天赋上面,这个带的是一个八卦带碗,带底牌啊 再补炸,没有炸到,哎,但是这边杂技没跳过去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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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连炸连炸,哎呀 诶,这又没打,哎呀,我去 这杂技不会身上面涂了油吧 他说我今天要去参加玄梅比赛 然后身上抹油,抹了铜油这边一颗球跳过去 风女技能漂亮 两刀贴面刀没打中 都是蹭过去的 就感觉就滑过去了一下 这样的话局势很崩啊 这个局外面这两个无情女 这可不跟你开玩笑的 应该是两个小姐姐已经修完了的 毛女武女已经开始修第二台了 佣兵这边80多的机子 这边倒地 对于帮帮来讲 唯有一个可能就是 震慑翻盘 因为球者这边一定是佣兵卡曼救一波 卡曼救一波球者就能打四张开门战了 佣兵这边刚好修完机子来救 就只有一炸一个震慑 只有一炸一个震慑 毛女这边被通缉到了 但我不管吗 我管自己修机子 你丢炸弹你再说 最后台机子 反正我这边这边佣兵 其实其实这时候来追毛女 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这个时候只有是什么 就是就是防住佣兵 震慑震慑兵 双岛都没有用 双岛都没有用 因为双岛这边五女的机子 会提前修开的嘛 捞下来 捞下来的话 斯人开门战 稳稳的一个斯人开门战 没有任何学念 我话就撂这里了 他这边 也 杂技的话 这边还有火球先拖 但是会带到毛女那边去 所以毛女这个时候最好 要么外面重修一台 换个点 我们看一下机子 这边的话 还有一台在那个废墟 傭兵这边也没有倒 宝瓶别救 机子不够 现在差了一台新机 但是这台新机的话 我觉得 能去拼一拼吧 我觉得能去拼一拼 五女来救 五女没带国民 没有带国民 砸板子的 可以尝试 我们看毛女这边 有没有跑到机子 跑到了 绕了一圈跑过来的 破一加速 配合毛女的一个 修机速度 理论上面来讲 救下来 不救下来 直接捶一刀的话 摸头可能不够 救下来帮帮扛一刀 应该是够的 这边防两个人 一刀 好的 漂亮 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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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兵兵兵兵兵 捞 捞下来扛刀 再炸 机子还不够 机子还不够 36 超帅了 这波 主要机子被干扰到了 当时救下来 两个人 如果说 当然这个是 马后炮了 我当时 也没有第一时间 反过来 就是 杂技这边 救下来的第一时间 应该是往 废墟这边走的 两个人往 这个方向走 不干扰到 毛女的机子 这个是最关键的 因为毛女的机子 被干扰到了 哎呀 超帅了 还不会翻盘了吧 确实 帮帮打得好 这种局面下 翻盘 真的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呢 还没有到完全翻 因为球者这边 起来以后 两个人 可以重新去把 那个刚才 毛女的机子 给修开的 然后这边的话 可以考虑就是 派佣兵过来 就因为佣兵 佣兵还有个货币嘛 对吧 这边就 摸应该是 也可以把佣兵摸一摸 我觉得可以把佣兵摸一摸 这边是挂地下室 帮帮60秒的传送 直接亮 我告诉你们 这个时候 直接亮 帮帮 一点办法没有 佣兵站在中场卡着 武女这边要去救人 救人就不行 这个时候直接亮 上帝是假 这个肯定上帝是假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直接亮 帮帮有50秒的一个 传送的一个技能的CD 40秒的一个传送技能的CD 然后呢 佣兵中场卡着 佣兵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佣兵这边是只有 只吃了4分11伤害的一个血线 武女手里面两个八音盒 然后一个开门 一个中场卡着 你但凡来打我那个 对 直接亮 你但凡来打我那个人 我这边就 去救人 对吧 你如果说不管门 那我这边门开了以后 也可以走 直接亮是最好的 直接亮是最好的 去救人就没了 去救人大概率没了 因为去救人你要花一定的时间 然后帮帮新的传送就出来了嘛 这边的话 优兵点门 武女 但武女去捞人 这边帮帮的传回去 打一波武女的措手不及 三二一 我传 能不能传 能不能传 能不能传传传传传 他最傭兵 传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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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优兵能开门 早一点传 没教人扬就好了 哎呀 好像还是一个屁 好像还是个屁 这ätol打完的话 毛女这边还能拉一ınız的 这个 这个 今天给导猫女 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个毛女的 这毛女打得非常非常好 他的假动作很过滩 对 他的假动作打得很好 别了别了别了 两边打得都很好 说实话 这局唯一可惜的就是不是死黑 因为我们经常观战这个 毛女和武女嘛 知道他们两个是开黑的 所以说杂志刚才那一波 如果说跟佣兵 被佣兵撞下来以后往 废墟方向跑 四人开不着可能性就好了 我中间炒帅了那么一点点 视频还是会发的 感到别人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